8月2日晚,Triple成员马尔金血染公布恋情,男友是Pentagon成员E Dawn,金晓忠,出道多年的女神血染居然主动公开恋情, 这不仅是给了粉丝一个突如其来的意外,也让经纪公司措手不及,甚至传出其男友遭到雪藏的消息,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雪雅表示我们是交往了两年的恋人,想对一直关爱我们支持我们的粉丝坦白,想要以后在舞台上也能堂堂正正的看着彼此, 这件事在娱乐圈引起轩然大波,很多粉丝都表示不满,韩媒体表示, 金晓忠在社交平台公开表示道歉,自己的恋情公布,让一些粉丝伤心了, 接下来也会是回归到原有的团体工作,而不是和渲染的Triple H组合, 看起来貌似公司,已经让他们俩单独活动了,昨晚,Pentagon成员E Dawn,金晓忠, 深夜发布长文,向粉丝道歉,主要是因为公布恋情导致活动中断一事, 公布恋情后,金晓忠首度发生,诚恳地表达了心境,他曾说过,公开恋情是为了能够更坦率, 更诚实地面对广大粉丝,但是却缺席了八月份俱乐部的成立仪式, 对此感到非常抱歉,金晓忠称,我很想遵守约定尽快和粉丝们见面, 以诚实的面貌站在舞台上,但这次活动也没能遵守,觉得很遗憾, 虽然如此,这次为了能够和成员们,一起展现出好的一面而努力工作, 可以通过音乐来参加活动,感到很庆幸, 其实娱乐圈内,恋情见光死的情侣并不少见,明星公开恋情,似乎成了娱乐圈大忌, 大部分粉丝觉得,自己的男神女神有了男女朋友就会忽略了自己, 但是也有一部分粉丝存有理智,比如小编,借着私心, 在这儿喊话,追了16年的我叫林俊杰,赶紧找个女主人收了你吧,快点结婚收完, 放图一张,纯属义公谋私话题回到正轨,小编今天来给大家盘点一下, 那些公布恋情后被提死的明星, 首先,我们的天王刘德华,20岁的时候血气方刚,碰到自己心爱的姑娘, 在事业最巅峰的时候,依然决定公布恋情, 以至于当时遭到很多粉丝的咒骂,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天王的心路, 时至今日,柳德华依旧帅气如初,热度不减,小鲜肉, 陆寒关小彤,爆出恋情的时候简直惊天动地, 陆寒是介绍女友,和关小彤的卡卡的, 简直惊天动地,一度导致服务器瘫痪,陆寒粉卖关小彤, 这八字骂关小彤,关小彤粉骂热吧, 一群路人反对这桩婚事,乱作一团, 两人更是在曝出恋情后,佩戴情侣手表, 一起合作的电视剧甜蜜暴击, 看来,男女主角丝毫不受影响, 一次恋情张军宁恒于晏,2016年12月, 张军宁和CEO男友黄凯,为分手后, 感情事件一直是众人关注的焦点, 行程满满的他,六日外出工作, 前车口看了电影,还晒出两张电影票和约会美照, 并在文中爱特彭于晏, 让网友看后忍不住惊呼, 恋情公开了吗? 所以这是真的吗? 两人的互动,让网友猜测两人是不是在恋爱, 不过粉丝倒是很祝福二位, 小编也真心觉得狼才女貌, 早些走到一起才何时, 董子见孙妮的搞怪是秀恩案, 两人粉丝也是有过微词的, 但是现在小两口已经变成了一家三口了, 大家也只能祝福了, 大气侧漏的训歌, 直接跑出高盛远的百度百科, 大姐的风格果然清奇, 请大家多多关照, 嗯, 粉丝做到了, 这一对, 粉丝算是放过的, 可能是因为吴奇隆年龄到了, 也可能是刘诗诗并不是很讨人业, 2013年11月13日, 吴奇隆宣布与刘诗诗相恋, 他在为文里表示感谢大家的关心和祝福, 趁两人感情得之不易, 希望大家能给他俩一点自由的时间和空间, 真诚而又温馨的表达, 或网友祝福送不停, 2014年6月19日, 吴奇隆在微博公布与韩国男星李承选相恋, 不过他的配图却很奇怪, 第一张是自己一张甩飞李承选的恶靠图, 另一张则是嘟嘴亲吻的麦蒙照, 据一创情书了解, 在公布恋情前, 两人曾被媒体拍到同看世界杯, 期间更相拥亲吻, 这一对, 也是被粉丝祝福吹婚的了, 2016年12月6日, 唐燕33岁生日当前, 罗金在微博发文告白, 同事批出两人小时候的合照, 令成文已久的绯闻得以作诗, 好好了, 翻来覆取, 小编居然找到的都一些幸福甜蜜的, 狗粮也是吃够了, 欢迎补充, IC罗人也会透过来看, Ник不挨一次用有诈毁出一切的手, 把锅轨都可以看, 则好吗? 感谢观看